舊車啟動照明假電池 可以當作 行動電源 可以轉接家用電器 可以使用 像有點燃器的所有 電器產品設備 像打氣機 吸塵器 電扇 LED燈 因為電子容量是20AH的 所以使用時間很長 像電風扇 至少可以使用4到5個小時 所以在 沒有電的時候 露營 野餐 釣魚 停車場 晚上 晚上聚會 野外聚會 野外聚會 又以電池容量動 所以可使用的時間很長 所以可使用的時間很長 不是像一般的 急救電源 所以除了舊車啟動以外 還可以做 緊急備用的電源 電磅 而且我們的舊車 電瓶夾上 附有一個 LED燈 當你晚上的時候 沒有辦法分便正負極 這個LED燈 可以很容易的讓你分便正負極 這個是 直流轉交流的 可以使用於家用電器 電光扇 也可以用在 直接車子 因為目前有 車輛代數的規定 如果代數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 這個只有電光扇 這個大功率的LED燈 晚上 照明 亮度很夠 可以使用 做接頭的 水面器插頭 這個是 吸塵器 還有 輪胎的打氣機 就是 當你 電池沒有電的時候 使用家用的 電 作為電池充電器 這個是 車通線 車通線 當在車 電瓶沒電的時候 可以直接用 車子的 點營器 就在 本機構的點營器上 緊急充電 所以 本機構 有相當有一點的特性 歡迎各位 使用